在這裏想和司長探討幾個問題 首先就是正如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了精兵簡證施政策略 相信這個策略是適用於政府每一個施政的範疇 當然保安司的範疇目前的部門設置是否達到精兵簡證的要求 相信在黃司長和你的同事會作深入研究 但我這裏想舉一個實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據我理解保方範疇屬下分別有保安高校、治安警察學校和司警學校 據一些有關的警務人員和我反映 三間學校的資源分佈又比較不平均 正如我自己理解 作為例如一間商學院裏面 它亦都可以設有會計、工商管理和市場 都是和那個範疇有關 我覺得在這個保安範疇的這三間學校 當然各有主政 但是能否在司長的領導下對這三間學校作出這個職能整合 或者資源調配是統籌警務人員的培訓工作 能夠更好地配合特區未來的保安工作的需要呢 我覺得這是可以探討一下的問題 另外昨天有同事也提到有關消防局的範疇 今天我也想說說就是我和一些朋友都留意到 在過去十年露坦發展是很大的 因為離不開兩方面 一個就是居民住的人數不斷增加 而且在未來的一段日子都會不斷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酒店的房間 由澳門本島比較多的 到了現在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應該是露坦的酒店的房間數 應該會超過了澳門 將來的比例更加會有更大的距離 很多人都覺得在保障人生安全的問題方面 是要關注的 但是留意到一樣就是在消防裏面 在過去一段時間都沒有增加一些比較大型 以及新的消防局 是來配合這個實際的需求 我覺得是不是今天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不知道司長和消防局長方面有沒有什麼計劃 將來一段未來一段短的日子裡面 會有一些新的舉措 能夠來配合這個社會需要 最後就講一講關於老生常談 這個在過去 我記得我自己應該是 如果不是第二次 第三次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看到在交通方面 確實在最近一段日子 尤其是這屆政府上任之後 在新的領導班子 關注底下 交通確實有所改善的 我講的交通就是塞車 在繁忙時間 但是我留意到一件事 始終我覺得可以再做的 就是在這個紅綠燈前的皇格 還是可以再多做一些功夫 尤其是我想提出兩個點 很多時候搞到可以通的車都塞在這裏 第一個就是這個八角亭 第二個就是新黎華前面那裏 我知道這個治安警察局的交通廳 確實在最近一段日子 是派多了很多人在繁忙時間 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這方面是可以增強執法 讓一些人怕了 不會在一個紅燈的時候 都將車壓住在一個皇格裡面 阻礙其他的車輛 從而令到的塞車更加嚴重 那我就想跟司長探討這三件事 多謝 劉永成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各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昨天剛才也聽得到 司長就他的保安施政範疇方面 就政策和舉措方面 作了一些很詳盡的回應 而我本人也都希望能夠 借助今天的時間 跟司長去交流一下 有關保安施政方面 一些理念概念等等的東西 我在今年的保安範疇的施政報告裡面 也看到司長提出了一個概念 就是叫做環境預防 指出了從研究犯罪產生的原因和條件作為出發 在環境設計上增加了犯罪的難度 或營造一種不能實現犯罪的環境 本人對這個概念是表示認同的 這些也正正是局方應負起的責任 報告裡面也提出了應該要主要是依賴居民的合力 提高大眾對防罪、滅罪和守望相助的意識 固然是重要的 同時也都希望針對當局的職能範圍之內 能夠更多地思考和主動參與實現 這個環境預防的概念 有效的具體措施 能夠不斷地推陳出身 是應對最新的局勢的 正如昨日也都聽得到 司長是表達了很多在保安領域裡面工作 所遇到的難題 認知難題所在是解決困難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在認知的基礎上 思考應對方案和解決辦法 看得到司長對本老保安工作的熱誠 也都期望未來的能夠聽得到 司長和我們分享更多有關 這兩天他提出的難題的解決辦法和政策 以下有幾點呢 我也都想和司長去交流一下 我們澳門現時每年要接待近三千多萬的旅客 澳門也都銳意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為讓保安方面和以時俱進和國際接軌 而構建澳門整體安全移居的環境 報告裡面指出了輕微的罪案 不用忽視將輕微的罪案 亦視為影響 居民和遊客對澳門治安印象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問一問局局長 在預防和打擊輕微犯罪方面有甚麼特別有效的政策呢 而有關實現環境預防的概念裏面 具體工作重點可以針對以下有幾點 包括完善社區的監控系統和消防救災網絡 促足是養成文明出行的習慣 提升特發事件和特大罪案的應對能力等等 昨天亦都有很多同事提出了 有關設立這個牽眼的好處 而我亦都想昨天聽到 市長就這個系統的關注 以及覺得希望盡快建立起來 而我本人早前亦都在其他鄰近的地區 親身體驗了一次有關網絡的威力 對於調查方面事實上是達到一個很有效的功能 所以在這裏我亦都不妨撻起一些 想追問一下 第四階段的鏡頭設置方面 會不會因應早日你解釋過這三個階段的設置之後 能夠更快地進行這個報點和設置 令到我們可以這個天眼系統 能夠早日在一些罪惡的黑點 或者一些舊區人口密集的地方去安裝呢 另外今天亦都聽得到 在昨天亦都有很多議員提及到 有關交通執法方面 我們澳門現時 有很多的重型車輛 每天在穿梭這個路面上面 經常很多車輛都走得很快 回顧過去呢 包括昨天早上又發生了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 當初無論過程是怎樣呢 多數我們看得到呢 只要是涉及客貨車、旅遊巴或賭場巴等重型車輛 差不多呢 似乎每一次意外都是導致有人命傷亡的 為了維持及構建安全有秩序的交通環境呢 提高尤其這個重型車輛 駕駛者的安全意識及警覺性呢 我想聽一聽 看看我們相關部門有沒有一些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呢 例如是會不會加派一些人手 在重型車輛經常途徑的路段呢 加緊巡邏及執法呢 以避免和減少致命交通意外的不斷發生呢 那麼看得到呢 過去呢 當局呢 剛才也有人提過 如何加強交通的執法方面呢 我們看得到過去呢 當局對於駕駛者不讓行人進行嚴厲的執法 事實上有效了 這個執法是提升了駕駛者讓先的意識的 那麼當局會不會考參考以上成功的經驗呢 將這個措施呢 是伸延到其他一些對駕駛者也好 行人上面的情況秩序也好呢 去進行這個更嚴厲的執法呢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得到呢 除了駕駛者的駕駛習慣之外呢 其實呢 我們有經常見到一些遊客呢 是在這些遊客區裡面 賭場區一帶呢 長期以來呢都是肆無忌憚的 四圍地走 導致到呢 其實駕駛者很容易出到這個意外的 那麼我就想問問 例如說新口岸區一帶的賭場區裡面呢 究竟我們有沒有說一個概念 去怎樣去管制行人出行呢 令到他們不要亂過馬路 令到我們那個區域 那個行人那個方面呢 以及交通的運作方面 能夠更加相信安全呢 那麼另外也都想看一看有關消防的工作 那麼我們看得到呢 我們那個這個澳大的河底隧道 和我們駕駛的輕軌軌道呢 相繼這樣是建設起來了 那麼我們 我在這裡想問一問呢 消防的工作上面呢 有沒有構置一些新型的設備 就應對這些一些這樣的新的空間方面 或者那個架空的構災方面呢 提出了一些 就是說是切入一些硬件方面的投資 另外就是人員培訓方面 有沒有一些適時的工作做了呢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都想問一問呢 就是聽得到 局長也都介紹了 有關我們的消防規章的修訂呢 應該在今年年底完成了 由於我們就是 文維的建築物呢 相當多在這個澳門裡面呢 那麼有沒有一個特別的章節呢 是可以是面對這些文維的建築物 就它因應它是先天條件不足的情況之下呢 若然引用一些現代化的消防規章方面呢 就可能未必是吻合到的要求 從而令到它在這個 活化這個建築物物的時候呢 是有它的難度在那裡 是否有一個章節可以特別去處理 就進行這個專項的審批 從而令到它可以更好地進行活化 可以利用好這些文維的建築物 令到它可以能夠提升它的生命力呢 那麼另外呢 就昨天也都聽得到呢 就是有關說那個人資方面的質素的提升 由於我們面對這麼多遊客 就是我們前線部隊方面 面對這些來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旅客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培訓 包括外語和文化方面的東西 多謝 梁安琦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我今天第一個想探討的問題 就是大廈防罪之有這件事 司法警察局在去年4月成立了 《警察局大廈防罪之有》 發動本澳各大廈業主管理委員會成員 住戶和物業的管理公司成員 共同參與防罪滅罪工作 在施政方中當局也表示將會繼續借助司法警察局 大廈防罪之有等民間的力量 做針對社區犯罪的預防工作 想問司長 現時有沒有統計過 已經有多少大廈參加了做會員 當局採取了甚麼的措施鼓勵大廈加入這個計劃 是主動申請加入還是被邀請才可以加入 另外非法領域管已經由數年前 只在新口岸一帶等多棟的流月出現 已經蔓延到黑沙灣等核心的居民區 大批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區的過期逗留的人士住 對社區的環境、衛生、本地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也都構成了威脅 當局有沒有考慮去這些大廈 主動邀請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 及業主管理委員會加入做會員 更好利用這個計劃調動社區的力量 配合同協助警方 預防及打擊犯罪的行為 第二問題是警民合作 司政方針中 當局提出警力有限、民力無窮 表示要深入社區 加大宣傳以擴大警務的合作 司長昨天也提到未來 將以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和公關警務 三個並行理念作為指導 構建新型的警務工作模式 過往當局也展開多次的宣傳活動 通常以派傳單、貼海報 和社團合作講講座、遊園會等認識 宣傳的範圍和力度 未必能夠真正深入人心 有些群體和相職家庭成員 未有參與社團的市民難以收到訊息 想問司長在未來 有沒有其他更切實有效的宣傳措施 可以擴大宣傳的層面 有效加強宣傳的力度 得到市民的認同 另外 不少市民都反映 不是他們不願意合作 而是報案的程序繁鎖、時間長 雖然昨天司長也介紹了 已經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加快簡化報案的程序 但在實際上 程序的簡化 的說法仍未得到市民的認同 市民的反應就是 現時的報案程序 仍然要用不少 令一些只受了輕微損失的市民 但都是不願意報案 此外 做證人的程序 亦都同樣是繁瑣 因要需要證人在辦公時間 多次錄口供和上庭 就造成了證人的不便 請問司長 如有效創造更為便民的機制 提高報案的效率 以獲得市民認同 鼓勵市民去舉報 從而做好社區的警務工作 第三個就是 短訊SMS的報案系統 現在本澳鄰近地區 好像內地 已經普及短訊的報案系統 方便農芽人士 特定的環境下 在不方便語音報警的人士 例如人生自由 受到非法限制等等的情況 而由於短訊的報案是法徹性 某種程度上是簡化了報案的程序 因此這個系統自運作以來 深受內地社會的供應和認可 當局亦曾於去年表示 因應社會的需求 正在籌備這個報案系統 方便聽證人士報案 當局在2015年的施政方針中 又再表示 將設立這個短訊的報案系統 透過手機的短訊去報案 方便農芽人士在不方便的時候 以語音的方式去報案的市民使用 並表示短訊的報案系統 是專門在電腦系統 來接收和受理這個短訊的求助案的 請問司長 本屋的短訊報案系統的籌備工作 是進行得如何 有沒有確實地投入運作的時間表 當局準備如何向市民、遊客推廣 這個短訊的報案系統 有關未來人力主願的安排 警方在人力主願方面 昨天司長都強調人手不足 現在招聘人手只是填補了退休警員的空缺 明年開始路探城有很多博彩娛樂場 及非博彩元素的大型娛樂項目 亦都陸續進入營運 未來當局的工作越來越繁重 當局是需要合理的人手安排 在新區進行維持治安工作 想問司長 因應工作量的增加 在招聘人員的數目 又未能夠達標的情況下 如何規劃這個科學的調配人力資源 以應付未來所需適當的增加的警力 此外當局在去年成立的特別巡邏組 是具有快速的機動能力 能提高打擊嚴重罪案的效率 當局表示 現時這個特巡組 在澳門和尼島各有一對 亦坦然未來 因應新城A區填海 及越澳新通道等大型項目落成 特巡組需要抗騙 以面對未來這個治安的挑戰 特巡組的成員 可謂在精英中的精英 相信對人員的質素 亦有較高的要求 在現時的警隊人力不足 人知不足的情況下 當局有沒有構思可以吸引更多具質素的年輕人 加入警隊 以增加這個特巡組的人手 第五就是警員士氣 在施政方針中提出 治安警察局將繼續舉辦警察故事系列的活動 透過警員的真實的經歷 和感悟凝聚警隊的向心力 鞏固警隊核心的價值 治安警察局應正研究開設內部資訊網絡平台 增加內部的訊息發佈 效率和透明度 讓人員發表自己的意見 分享這個訊息 增加這個歸縮感和自豪感 當局亦表示 逐步完善和落實掌情的制度 掌情的制度 請問司長 這個掌情的制度 會不會通過內部的資訊平台 收集警員的意見 令警員更加認同這個制度 使其真正發揮公平性和公正性 增強人員的向心力 講一下反恐演習 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只問問題 因為這個反恐演習 現在有很多地方都是突發性的 特別在人流、鬧事的地區 有很多民眾 而大家都看到 在廣州和其他地方 都引起很容易在混亂 所以想問司長 東局現在除了在機場 有沒有針對不同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展開 行常性的反恐演習 以評估和鍛鍊 各部門的應對配合的能力 提升打擊恐怖襲擊的實力 多謝 宋碧琦議員 多謝處置 書長 澳門回歸十五年社會變化很大 由窗南彈雨之城發展成為 現在的旅遊遊遊遊行之道 確實安部門下了不少的功夫 尤其是司法警察局 確保了澳門的一個平穩角度 嚴厲打擊了一些重大犯罪 維護了社會的秩序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 新的犯罪新的挑戰 亦都是接種而來 而保安部門更需要對此 作出一個調整應變 昨晚我回去 亦都是再次看了一面這本書 裏面是寫得很詳細 當中我亦都很認同 司長就面對這些新的犯罪 新的挑戰所提出的方針 掌握執法的主動權 提高這個執法效率 而在執法上 各下亦曾經提出三個於 敢於執法 善於執法 正於執法 今日我也都想提出三個體 體系的體 人員體系 法律體系 社區體系 和司長交流一下 人員體系 司長 善於執法 敢於執法 正於執法 在主體上是要靠人 是有賴於我們九千多人的 保安部隊人員體系 隨著社會的複雜變化 保安部隊是將承擔著 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責 各方面都需要警方協助執法 連不應該由警方做的 警方都做了 無好巧非 家人手是需要 我走了治安警三個區 澳門 區區都說不夠人 一個區 一個家 只有三十多人 出到街的不夠十人 難怪居民平時會投訴 在街上見不到警察 昨天很多同事都關心到 保安部隊的人手是如何合理配置 也提了很多的意見 好像陳明金議員也建議過 參考內地警力下沉 是否會考慮釋放一些主管警員 到前線支援執法等等 今天在人手方面 我就不再多言 施長 數量是基礎 質量是關鍵 面對居民的訴求 保安部隊需要培養一批 具專業高水平高效率的隊伍 而根據這個統計 即是我們這本綠色書 截至13年底 保安部隊人員裏面有1420多名的人員 學歷是中小學 高中畢業是2864人 五師裏面相對來說是比較多 可以理解在過往 因為社會環境的因素 有些警員早出生 小學畢業就入行當差為社會服務 但相信這些警員在這麽多年的工作實踐裏面 亦都具備了相當多的經驗 遺憾因為知識水平 心理質素等而錯過了一些晉升的機會 為此他們亦都很期望 師長能給予機會 讓其多參與培訓 或者創設機制 讓其進修提升 向上流動 師長昨天亦都提過 只要有助於人員向上流動 都願意從善預留 未知在將來的人員培放上 有什麽規劃 而針對上述人員的提升 又有何措施呢 師長 除了提質 亦都要提氣 士氣震 團隊強 各下在上任之後 例證圖志 不少的前線人員都反映 一些晉升的位置 過往是要按連資才升到的 現在就不需要再等 加快了這個晉升的流程 有位就可以升 給大家是見到這個自己的前景 但亦都有部份的人員亦都反映 由於保溫部門的部門的職程的點數 是存在這個差異 有些部門是高些 有些部門是低些 但大家都是當差 身水就差一截 好像今早電台所說的 司法警是可以去到四百多點 海關只可以去到二百九十多點 此是形成了不公 亦都造成了 大家都會嚮往一些高職點的部門 而低職點的部門亦都形成了這個人 人員的流失 一培訓完就可能會被其他部門搶走 對整體的士氣 無疑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司長未來好否作出一個 適切的檢討研究調整 平衡這個工作 給大家都可以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二是法律體系 司長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保安部門是執法部門 打擊犯罪需要依法而行 正如各下在施政中所說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開展良好執法的必要條件之一 亦都是懲治犯罪 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工具 亦正正因為完善的法律 對執法部門的重要性 所以昨天很多同事都關切到 亦都提出了很多關於法律的追問 我今天再提出亦都是希望 司長在未來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確實如一些同事所說 你們前線同事為了維持這個社會秩序 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色情單張 由我未做議員 我就和當時的何兆金議員 和何潤森議員 跑了治安警和檢察院 他們亦都非常之無奈 抓了一些人 拘捕了判 作出檢控 但最後判出來是無罪 捉了很多次 亦都可能最後是放了出來 所以這些大家都很無奈 但對於市民來說 亦都是更加無奈 因為政府只有一個 為何居民跑了這麼多部門 都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呢 的士亦都是一樣 你們做到十一二點 我在街上看到你們的同事 很勤力在這裏執法 但只能夠限於一個綠口供 綠完不綠就可以走 那執法可能程序還要很長 才可以進行到一個打擊 但無論對於這些情況是如何 你們同事仍然是堅守崗位 沒有效率都要做到有效果 這種精神是值得讚揚 但忍耐都有一個限度 這種的成效 這種沒有成效都要繼續做 長遠而言不是一個解決之道 法律問題應該都是要由法律解決 居民樂見司長在施政裏提出要 雖然保安司不是立法部門 亦都會檢討這個法律制度 主動推動這個立法修法 未知司長將從何方面推動這個立法修法 會不會好像天眼莊子一樣 加強跨部門的溝通 推動這個立法修法的進程呢 第三是社區體系 司長保安人員執法是為了要淨化社區 給居民安居樂業 司長上任之後提出了落實三個 三個警務理念包括主動警務 社區警務和公關警務 為了推廣這個社區的警務 治安警和司法警 分別成立了這個社區警務聯絡機制 和大廈防罪自由 是希望藉此進一步深化警民關係 透過民間力量共同防罪滅罪 在過往兩個局的共同推動下 成績是理想的 居民是反應 譬如一些毒品飯堂 色情常坐 非法旅館 都可以透過這個機制 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但是在吸納寫情民意方面 推動公眾參與政策制定方面 相對於其他範疇的私來講 保安司似乎是落後了一些 因為連一個正式的諮詢機制都沒有 所以市民亦都是反映 未來政府在這一方面 怎樣去推動這個警民合作 共同做好這個防罪滅罪的工作呢 請司長作有關的回應 主席閣下高委員 首先多謝剛才四位議員 提出的問題 以及發表的寶貴意見 一會兒 博業委員局長會講講 關於勞譚方面的執法情況 還有關於消防規章的修訂方面 有沒有一些張節針對物為建築物 跟著梁文昌局長講講針對重型車的執法問題 某權總局長會講講關於天銀大四階段的安裝問題 以及其限地點還有反恐演習方面的問題 我首先回應崔仔昌依然提出的關於保安高校 以及警校的自然調配方面的問題 首先多謝崔仔昌議員提出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有聽說過 事實是這樣配合特區政府政策 去2000年開始 原本治安警察學校的地點提供給解放官去使用 所以警察學校辦公室就設立去高校入面 雖然在高校入面 但自然警察學校的課室、補粗、體能、訓練上地、更衣室、盈防等等 所有設施都是共用的 就是保安高校和警察學校的共用 因為這個情況我可以尋視保安高校的時候 也都是第一時間做了解的 那麼多年來也都是非常清楚 保安高校和警察學校之間的一種相互合作 以及自然共享的這種情況 那麼在2012年的時候 保安高校設立了這個分隔處 這個分隔處是以前這個外港碼頭 舊外港碼頭的地方 那麼之後給了出入境 後來出入境 新大樓之後也給了高校作為一個分隔處 那麼這個分隔處也提交給警察學校共享的 包括便工室、貨室、配套設施 那麼其實有一件事就是 我所知保安學員 也很多時候都是用保安高校的餐房等等 其實這種情況就是 相互共享之然的情況是很普遍的 當然最理想是警察學校擁有改條件的生後區 因為警校的培訓工作量是非常大 那麼我所知這個培訓量是非常大 雖然保安高校也都是協助 但是其實他培訓工作是 工作量非常大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高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 因為警校不能替代高校 因為我們所知高校 大家知道這個高校叫高等學校 它本身的作用是應該 就是它跟一般的警校是不同的 那麼它的層次是有所提高的 所以這次我上任之後 也都是去巡視高校的時候 特別跟高校提出 加強這個理論的研討 提升理論的水平 是希望在這個水平上面有所提高 最主要是增加一些理論的研討 去理論的研究方面是有些成果的 所以現在幫高校校長方面 也都是從這方面去進行這個工作的 那麼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就任之後 是不斷協調 黑客部門之間 是推動資源共享的 高校和警校之間是一個例子 還有是自家警察局、私警局等等 各級部門之間 也都是有很多資源共享的例子的 另外一方面 是關於警校方面的 就是有些聲音說 是否可否合併 可否變成一間大的學校 例如高校下面分為不同的培訓中心等等 我想這是一種聲音 我想我們都會將來去研究 但是因為各間警校之間 它本身的差異都比較大 譬如說海關有培訓中心 消防有培訓中心 司警也有培訓 有司警學校 警察學校也都有 但是它們的專業性是相對比較強的 而最主要是針對一個 入職聚職和升職培訓 而高校本身是一種學歷培訓 所以這種聲質相對來說是相差比較大 制度上是難以統合 但是這個作為一個方向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的 關於崔石湘議員提到的消防局 去勞譚方面的一些設施的問題 以及執法方面的問題 其實最近透過特首的批線 已經批准了消防勞譚分證的重建 已經進入這個程序 很快會進行有關重建的工作 或者接著下來請馬雅雲局長 講講消防局去勞譚方面的執法情況 多謝市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關心消防的工作 消防局一直都是非常重視 這個城市規劃裡面的 其中一項的消防規劃 我們其實在2002年 已經開始注意到金剛大道的發展 我們也是建議了有關部門 希望在那邊建一個大的站 我們直到去年收到原油的批地 就因為是沼氣問題 所以它是另外去換了特地 即使是這樣 但我們都做了很多人手的調配 以及增加 令到我們在那個離島區 是有足夠的能力 或者我講講人手的部署 在離島行動廳裡面 有坦仔站 舊的路環站 以及臨時清洗中心 橫琴站 不計這個機場裡面的兩個站 石牌灣社區 在去年13年4月 我們在那個臨時清洗中心 是調系了一個降梯車的 因為那個位置更加近民居 在13年8月 我們調了8輛車 和40個輪跡人員去橫琴 14年 我們是由於路環 有一個路環舊站 是大雨 令到我們有些損位 所以今年是得到了上級的支持 擴建的 現在的人手 在坦仔站 我們有27架車 輪跡人數有140人 橫琴站有12架車 有40人 路環站有兩架車 有24人 臨時清洗中心有8架車 有24人 總共在離島裏面有49架車 輪跡人數有228人 主要的車有9架水車 3架搶救車 和4架梯車 13架救護車 在短期內 人手和裝備 在互相增援下 是能夠足以應付 那區的工作的 在那個數字裏面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在石牌灣和金剛大道 在2014年的統計數字 火警有24宗 拯救的 即是交通意外 或者受傷 有32宗 救護車有1530宗 總的事件有1586 那我們就已經是 和公務局積極聯繫 因為將來長遠都需要一個大站 能夠有效地統一調配 才是配合到我們的指揮 和拯救的 那我就回報到此 多謝 主席 郭議員 關於崔細昌議員 講到這個旺格的執法問題 我想主管警察局 將來會加強的 劉永成議員提到的 環境預防 公眾參議 以及關於執法民道方面 其實我們將來會繼續 和大家去分享 分享的目的不是推卸責任 分享的目的是給大家知道 給全社會共同了解 以及共同推動 有關執法和立法工作 這個主席是這樣 而且也是這個執法透明度 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 劉永成議員提到的 關於預防和打擊輕微犯罪的措施方面 其實這麼多年來 警方不是只重視這個嚴重犯罪 在輕微犯罪方面 我們做了很多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去寸併分析一些案件的訊息 進行情報守則 有針對性的進行打擊 這些案件 以往來說 有很多案件都是成功的 另外一方面 輕微犯罪方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 去預防 正如劉永成議員提到的 我們去施政報告所提出的 環境預防和公眾參議 其實就是預防工作的 其中的重要部分和措施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是透過市區警務的工作 特別是透過我們這個大廈犯罪自由 大廈罪案預防小組 以及治安警察局的 這個市區警務 聯絡主任機制等等 一直是推動這個市區警務工作 市區警務工作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關於預防輕微罪案 因為涉及每個人的 大部分都不是 一般來說都不是嚴重罪案 都是輕微罪案 所以對於大眾來說 推行市區警務 去預防輕微犯罪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講到這裡 或者我順便講講 就是關於 昨天蕭西平議員 講到這個全民雞頸的問題 因為昨天沒有回答這方面的問題 我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一起分享 剛才梁安琪議員也提到 這個 市區警務方面的工作 我這裡一起去回應 那麼其實呢 市區警務是一個現代的警務理念 其實是 其實市區警務 在70年代開始 就是推行這個市區警務 去歐美國家開始推行的 那麼市區警務的爭議是什麼呢 就是 市區問題導向警務工作 以及市區力量協助警務工作 兩者是互為前提 互為因果的 市區問題導向警務工作 就是 警方的工作 是要以市區問題為中心 去不斷推動宣傳教育 以及去解決市區的需要 這個是市區問題導向警務工作 市區力量協助警務工作 是要警方推動市區力量 動員市區力量去共同去參與 這個預防犯罪 打擊犯罪的工作 這兩者是互為因果 互為前提的 那麼我們這個目的就是 使到人人呢 是關心協助 以及配合警方的工作 使人人都成為警方的耳目 都使人人都成為警方的幫手 那麼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理念叫全民雞警 那麼其實這個工作呢 是一直都在做的 那麼我們現在新的 賓展呢 我們重新 就是有一個措施呢 就會在電台那裏推行 要警聞痛心的一個綜合節目 那麼已經是開展商運工作 前期工作已經開展當中了 那麼還有其他 宣傳措施也都做的 譬如說 就是通過電子的方式 好像司法警察局的 這個微信官方網站 這樣其實這個是非常有效的 對於推行死去的警務 是非常有效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 關於保安程序方面 或者我借這個機會也都講講 梁安琪依然提到 這個保安程序方面的問題 那麼保安程序簡化呢 其實保安程序 其實是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可以簡化 的一般行政程序 另一方面是 不可以簡化的法定程序 可以簡化的行政程序 正如我昨天所說的 關於精兵緊淨這一部分 說到的 關於可以撤銷 減省一些不必要的中間環節 這個就是我們所做到的 但有些程序是一定要做的 譬如警方要錄口供的 錄完口供之後 你去到司法機關之後 他有可能再錄口供的 為什麼呢 警方這部分的證據 是不可以作實的 檢察院和司法機關 尤其是法院進行審判的時候 這個證人一定要出庭的 他要出庭要錄口供的 他接受法官和檢察官的盤脈 甚至律師的盤脈 這個程序是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我們之前的錄口供 這是必然的 不可以說我報到案的算數 我不錄口供 這是不行的 但是中間環節我們可以減省的 其實回歸之後 在這方面 警察總局協調之下 是不斷推進有關報案程序的簡法 但是有部分市民因為不了解 他認為覺得這是煩惱 覺得這是這麼麻煩的 為什麼你要做這樣的程序 是不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警隊的宣傳工作方面 相當一部分是在做這個宣傳的 自家警察局和施警局都有些措施推出來 宣傳報案程序和報案環節 是怎樣去推展的 這個典訊報案工作方面 梁安琦依然提到這個典訊報案工作 我想這方面 自家警察局已經推出這樣的方案 當然是需要不斷地現線 我們認為這個短訊報案程序 其實嚴格來說 它只是一個提供消息 如果正式的報案 都是要錄口供 都是要正式簽名 當然如果公罪來講 提供報案程序 已經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了 可以達到目的 因為公罪提供消息之後 警方已經要即時去行動了 所以這個簡單 就是崔細平議員 以及梁安琦議員所提出的問題 一個簡單的回應 關於大四階段的天銀安裝問題 以及反恐免襲風的問題 現在有請 馬耀權總局長回應 主席 各位議員 關於天銀安的問題 我相信有幾位議員 包括劉永成議員 郭安翠向議員 陳明金議員 施加倫議員 都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或者我重新再講一講 關於第一階段的 《專屬傳送影像訊號光纖服務》 我們俗稱光纖那個建設發展辦公室 在2014年12月已經進行了對外招標 另外第一階段的主體工程 就是包括在 治安警察局五樓的臨時控制中心 以及系統的設備的構置和安裝 以及在全澳的八個出入境口外圍的 安裝的219支鏡頭的工程 建設發展辦 在今年的3月31日對外招標 預計的工期是一年的 另外就是關於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鏡頭 第二階段是將在主要的道路和交通的樞樓 安裝263支鏡頭 第三階段將在各個區的遲礙的黑點 安裝338支鏡頭 合共601支 開始有時候是分兩個階段去安裝的 其後就經過跨部門的小組研究和分析 認為可將兩個階段合併的 所以我們是會同步進行的 我們將這兩個階段的鏡頭的安裝的位置 和技術的規格 以及相關要求的文件 已經全部完成了 並已經送交建設泛展辦公室 以後呢 其後得到它的回覆 總數的 就設計的階段是254日 另外呢 採購和安裝的階段是742日 一共的公期是996日 另外呢 就是關於 為了滿足澳門的最新的社會環境和改變 我們現在是展開第四階段的鏡頭的設點 以及裝設數量的評估的工作的 我們將會建議在 當然因為這是一個初步的估算 我相信這個時間我們可以壓縮的 那麼當四個階段的鏡頭都安裝完成了之後呢 在全澳的不同的地點呢 共有1620支鏡頭的 那麼整個項目的佈局呢 基本上是完成了的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警察總局呢 也會按照日後的需要呢 及實際的環境的變化 例如新發展的填海區域 港珠澳大橋聯檢大樓口岸 及其他有需要的地方 作出適時的適度的調整 繼續補充和深化及完善 牽眼這個項目的 那麼這個是我第一個回應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關於反恐的工作 那麼 首先呢 澳門現時的治安的情況是整體穩定的 那麼我們目前呢 沒有收到有襲擊的情報 那麼 然而呢 澳門是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旅遊城市 也因應呢 國內外的反恐的形勢的複雜的多變 那麼我們警方呢 也不會掉以輕心的 那麼一直以來呢 澳門警方呢 積極加強 跟其他地區的警方的聯繫的 特別是在國內的公安部門的交流的 那麼越港澳三地的警方呢 在2005年呢 開始了建立了緊密的反恐合作機制 那麼三地的反恐部門呢 每年都會舉行反恐會議呢 定期舉行聯合的演練的 那麼加強三地的合作和溝通 以及掌握最新的反恐情報的 以及提升我們相關人員的應變能力 那麼在對內方面呢 警隊會因應的形勢呢 是在轉變呢 不定期呢 開辦反恐培訓課程和講座的 那麼增強我們警務人員的反恐知識 那麼另一方面呢 警方亦適時作出部署 在市面上呢 及後果案上呢 加強我們的巡邏的 那麼能夠三方面都做呢 相信呢 是會收到一定的效果的 多謝 劉永成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那麼我這裏只要跟 因為我知道時間不是那麼夠了 那麼正說就有關 我想追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大型車輛 那個交通的管理上面 有沒有加強呢 那麼另外一樣東西呢 我也都想追問 就是交通管理方面 看得到呢 很多這些 有些巴士站 就是很多那些汽車 亂拍的情況呢 是否可以借助天眼 或者一些監控系統呢 令到可以接省人手去管理之餘 也都令到這個 這個違規者能夠不能掉以輕心了 因為我看到很多一些 巴士站來講 輪候的多數是老弱的人士呢 那麼如果如果說是亂拍車的話呢 對於他們那個 去使用這些車站的時候 是帶來不變和不安全的 那麼另外一樣東西呢 我也都想追問回 就是有關消防規章方面 剛才提問的時候就講 問到就是有關說 是否有一個張著 就這個歷史文物 那個建築物上面呢 消防的那個限制上面 那個規章上面 條文有沒有特別的張接 可以令到我們這些 文化遺產的建築物呢 能夠得意應用 可以透過一個特別的程序 去進行這個安排 那令到他們可以能夠得到活化呢 從此令到他的經濟能力 那個經濟的方面呢 能夠可以提升到他的經濟能力 那麼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我想問問的呢 就是有關說 也都是剛才我提及的 就是在這個架空的 這個輕軌的軌道也都建立起來了 那麼我們有關那個人員培訓方面 有沒有是否因應這些新的軌道設施的建立 從而令到我們相他日若然 是不幸地出現一些事故的時候 我們的人員在那個進行救援的時候 在這個空間裡面 是不是我們有些前期的培訓 令到他們有所準備呢 那也都是同一樣東西 就是說 河底隧道方面出現事故的時候 我們的設備上面 是否是可以跟進得到 令到我們可以能夠足夠的儀器呢 是進行這個救護 以及人員方面的培訓是否足夠呢 劉安琪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剛才有幾方面的詳細的回答 但是我想 好像我和宋碧琪議員 都有問到那個大廈防罪之後 我不記得了有沒有回答 我覺得好像沒有 那麼另外呢 就是關於那個 追問一下人力資源的人手的安排 其實我覺得 另外就是那個警員那個士氣 其實呢 我也想有一個探討的就是 其實現在呢 在警察局裡面 就是你們的司警 那個人工是不同的 剛才我都 高天賜議員也有說過 就是那個點數 是不是要公平一點呢 好像移民局啊 或者是消防啊 那些人工是有點不同的 特別海關 海關呢 我都真的 都很多事情做的 海關 比較濕碎的 其實剛才我都說不及 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藝務貨品 那這方面呢 海關真的做了很多工作的 那這件事呢 我都想 一會兒 司長如果有時間呢 都想問一問 怎麼可以預防啊 打擊那個網上 銷售那個藝務的貨品 他們近來好像說 說到 有些阿里巴巴都是有假的東西的 那這些是否要我們澳門都要小心呢 那這個特別在這一方面 另外說到就是那個警察人員的士氣 那昨天都好像說到 士氣方面當然很多啦 關於人手啦 人工啦 那還有那個住宿問題 好像司長是答了 但是我覺得這方面是不是 就是再詳細一點說說 就是警察 是不是真的要有警察宿舍 因為他們24小時上班 有一個 就是房屋的問題呢 令到他們有一個 更加安心的工作 其實我見到很多地方呢 真的警察呢 有他們一個警察宿舍 你看例如香港 那麼我覺得這方面是 就是保護他們的安全 還有他們更好 那麼為社會 宋碧琦議員 謝謝主席 司長可能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不過我這裡想再強調的 就是關於那個社區體系裡面 關於你剛剛所說的 那個社區警務的 這一個方面的問題 事實上在過往的工作 我們看到從兩個局所下面 所設的這個大廈之友 或者是社區警務 這兩個機制是有一定的成效 過往有一些的案件 亦都是透過這個機制去破獲的 但是市民的反應就是說 因為政府有需要就找他們開會 沒有需要就可能就 一時就忘記了他們 但是市民有需要想找他們 去反應一些意見的時候 或者是想在會議提出一些問題的時候 就沒有了一個機制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我想提出的就是說 社區警務似乎是要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也都要是一個雙向的關係在這裡 所以也都有市民提出就是說 是不是在過往的機制上面 可以深化去發展 形成一個行常的 或者是一個形式上 或者正式上的組織 或者是諮詢組織 給市民或者公眾 可以參與了解政府的這個政策 關於保安範疇的政策 或者一些的理念在這裡 第二件事我想追問的 就是關於法律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警方現在處於一個很大的 就是執法的無奈 但是這個執法的無奈 也都會對士氣有所影響在這裡 所以在未來的這個立法修法 是非常之重要 司長提到會主動去推動這個修法工作 所以我就想請問司長在未來 是怎樣去推動這個方面的工作 會不會是加強 和一個跨師的溝通合作呢 謝謝 各位議員 大家都希望按照我們原來的規則 比較好一點 大家公平一點 如果個個都在追問的時候 加了很多問題 變成對大家就不是那麼好的 昨天已經提醒過大家了 剛才梁安琦議員 很多問題都是再加上去的 兩個問題 你沒有說住屋問題 沒有說那個有關的海關的查假貨問題 這兩個是第一都沒講過 好嗎 那我們照這個大家 遵守這個規則比較好一點 好嗎 請司長回應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首先我回應關於死區警務那裡 宋碧琦議員說到有需要就找不需要就不找 我想這個不是警察的初衷來的 按照制度設計來說是要相向的 這個必然是相向的 而我個人所知道的這個情況是相向的 當然就是譬如說 無論是市警的這個 市區警務工作 譬如說大廈放置之友也好 或者是大廈預防小組也好 或者其他機制 還有治安警察局的那個 市區警務聯絡主任機制也好 其實都有必要是進一步推廣和宣傳的 不只是對外宣傳 亦都是對我們自己前線警員的宣傳 這是需要的 在多種場合 亦都提醒我們的主管和領導 將這個理念 將這個意識 將這種制度和工作方式 向前線警員去宣傳 對外更加要宣傳 使得警和民都可以知道有這樣的機制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機制 去推動這種市區警務的工作 這個是必須的 我想這個作為一種方向 我們必然是要不斷地去做的 所以請各位議員放心的 我們一定要不斷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關於市警局大廈放置之友 這個我是非常清楚的 因為在2010年上 我們成立了大廈的 這個大廈專案預防小組 去到2014年的時候 是時機成熟的情況之下 是和民業管理業商會 澳門街坊聯合總會 和民眾建屋聯盟合作 組成了司法警察局大廈放置之友 由司法警察局的大廈 鑽案預防小組主導和協調 並且有澳門的各大廈業主委員會 成員大廈住戶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成員 共同參與 這個各成員作為司警局和各大廈管理機關 業主和住戶之間的橋樑 協助將犯罪滅罪詢息傳遞給大廈管理人員 現在到目前來講 總共參加的大廈 最初成立的時候 總共有323棟 高層樓宇283棟 低層樓宇40棟 之後不斷持續推廣和招募會員 到11月份的時候 參議的大廈擴展到376棟 其中高層樓宇是330棟 低層樓宇是46棟 那怎樣去申請 其實那個是非常開放的 只要向我們申請 我們即時會去審查 當然黑社會去參加我們這個大廈 就知道這個當然不行 我們要最少一個宣傳 你參加進來是不是要潛伏的 這個大家都要清楚的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個初步的審查 散查是為了安全的目的 沒有其他的非法的目的成本 我們一般都會接受的 這個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要強調的是 通過這種前身的警民合作模式 司法警察局能夠匯聚更多民間力量 更廣泛地向公眾宣傳放罪信息 推動各界積極參與放罪滅罪工作 這個是司法警察局 拓展警民合作關係的一個里程碑 這個工作其實受到 社會各界的廣泛的接受和支持 接下來 或者是由梁文昌局長 講講針對重刑車的執法問題 多謝司長 主席 各位議員 交通廳 我們中央警察局交通廳作為 這個交通的執法部門之一 是維持秩序打擊為例 就是雜無龐大 我們剛才劉永成議員說的 在西羅漢一帶 好像總統的斑馬線 我們積極和油局 就是加東事務局 在研究如何去優化它 例如隧道可不可以走 或者遲些我們有些結果出來 昨天河洋生議員說的 是墳場 坦仔墳場的問題 其實前後有兩條的天橋 是欠缺一條的行人過渡線 我們也會盡快去跟加東事務局商量 至於重刑車輛安全方面 我補一補數字 就是我們2014年 重刑車輛的違規情況 有8400多宗 除了我們會檢查這一無牌的駕駛資格之外 非法工作等等 我們都會去留意 我們亦都會留意車輛的規格 是否符合我們的法律規定 又或者有沒有其他的違法情況 我們會特別針對那些超重 超高等等 我們在2014年裏面 總共是對30萬架次的 懷疑超載超重的車輛進行了檢查的 亦都是證實了 有3188宗的違規的個案 那好像昨天發生的交通意外 我們每聽到這樣的消息 我們自己都是想方設法去 如何去改善 請各位議員都放心 我們都是積極會想辦法 把這個交通的盡量理順 以及跟交通事務局充分合作 多謝 主席郭法國議員 或者是現在我再回應 關於宋碧琦議員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以及一些理念 首先我很多謝宋碧琦議員 全部看完 這個多謝你 也都顯示你對我們保安範疇工作的支持 和重視 當然個個都支持 但是看完 可以理解我們的理念 我覺得我們工作是受到重視的 這是非常感謝 而且也感謝宋碧琦議員 留意到我們這麼多年來提出的口號 就是敢以執法善以執法 和正義執法 其實這是司警局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口號 15年來的一個口號 我們每一個新入職的經驗 以及陪伴升職 這個都是作為一種口核的指標 每次都希望他們記住 以及要溶去血液之中的 這種理念 也都很贊上 剛才宋碧琦議員所提出的 這個提質提氣的問題 剛才兩岸琦議員也提出 這個關於如何提升士氣 其實這個我們是非常重視的 現在目前來講 總體的士氣是非常好 譬如說我們今次的人群控制 春節期間的人群控制方面 治安建設局 做好海關消防 以及包括做其他 以防犯罪工作的司警 保安士 保安事務局等等 各個部門 在這個分工協調 分工合作方面 是做得非常好 這個也都表現了 我們士氣方面是不錯的 當然作為領導層 作為我們整個保安司來講 我們要不斷留意前線警員的士氣 而且會用各種機制去提升士氣 這個請各位放心的 關於身份的調整問題 我想這個就是當時做出這樣的規定 這種安排其實有它本身的原因 其實全世界各地來講 大家都知道 警種之間有不同的分別 這是很正常的 當然我們今次 比如說3月26日 我和各位局長去討論的時候 制度的修改方面 其中一個重點 亦都是會 除了這個進升方面 制度安排方面 還有一樣東西 亦都是可以深奉的這種評估 所以會做一個綜合評估 將來是否可以進行調整 是視乎評估的最後結果 或者接下來請消防局局長 馬漁委員局長 講講關於消防規章修訂方面 是否有針對這個文化建築物的方面的內容 多謝市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 對於文威建築消防是高度重視的 因為它是本地的旅遊重要的資源 以及一些景點 我們去年和文化局和西藏消防總隊 共同舉辦了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建築物的研討會 是了解到不同地區和不同立法的情況 如何活化這些建築物的 因此我們在收改防火規章的時候 已經提出了對於一些特殊的建築物 不能夠在規章裡面處理的 我們可以透過規章內委任的小組 是公務局或者是消防局共同解決這些問題 以便配合整個城市的發展的需要 同時在文威法裡面 在文威法中